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人类所会面临到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想要藉由某种对未来的预言 去提醒我们的科技发展的方向 或者是人类生活发展的方向 那譬如像在最新这一集 《魔鬼终结者》里面 因为当然过去的《魔鬼终结者》 就都在强调说 有一天它这个SkyNet 这个天网这个系统 会反过来要控制人类 要歼灭人类 所以那是一种对于科学发展 或者说对于科技对生活的渗透度太高的一种警觉 当然它里面它要去描述说 人类世界对科技的依赖高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手机都在随时在上网 那你的生活 你的社会生活 你的金融生活 你的所有这些东西 全部都跟网络是相连结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隐私 或者是说我们的生活的自主性 好像其实都被这个无形的 电子的这个虚拟的身份去绑架了 那当30年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还觉得那是我们离我们很遥远的人类 被机器统治的一个事情 那30年后的现在 你就发现它描述的 里面所想要讲的那个天网的存在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好像就只有那么一线之隔而已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科幻故事 的确就是要像这样 它讲的东西里面当然是很炫的 里面当然是有很多奇观 有很多借由电影的技术 去画出来的 我们真实里面还看不到的东西 不管是会杀人的机器人 还是跑来跑去的恐龙 这些东西它都是假的 但是又会让你觉得好像你有被它说服说这个东西 其实是真的有可能存在的 科幻电影它究竟好或不好 它不是只是好看 它不是只是有很炫目的画面 而是它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回过头去想 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的 有什么问题存在 或者是有问题存在的话 该怎么样去解答它 的确就是现在很多的科幻电影都是聚焦在机器人 生化人或是所谓的人工智慧的正法探讨嘛 所以袁玲可以帮我们举例吗 有哪些是可以做对照观看的电影 我想其实科幻电影里面 科幻电影的类型太庞大了 里面的支线非常多 那其中最大的一支也可以说就是机器人的这一支 那魔尾终结者的系列不要讲就是一定是中间最重要的 机器人打机器人 我们上周看了那个阿诺 年轻人阿诺打阿诺打得满天飞那样子 那机器人之间的互战 或者是机器人跟人类的互战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在早期的 就是说这些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机器人的这个脉络 一直也是好莱坞很大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像是早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部 是这个《银翼杀手》这部片 开启了很多的探讨 那像是什么机器战警 我觉得好莱坞的机器人系列科幻电影的成功 很重要的也来自于他们有非常强的 这个类型小说的背后作为之称 那像被誉为这个机器人之父的艾希莫夫 他所创作的小说可以说是《等生》 著作《等生》 那其中有好多部也都被翻拍成电影 然后像是《机器公敌》 然后还有《辩人》 那在这些电影里面你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对于机器人的讨论 一方面就是它回到了 就是像刚刚燕拓所说的 究竟未来会是怎么样 人的科技发展到一个地步之后 我们可以制造出人了 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机器 还是可以变成人 所以这样子的系列的讨论 从某个角度来看 它一方面是去探讨科技发展到 未来之后的一些 不管是道德或人性 或对于整个社会文化整体的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也反过来 比如说像是《变人》这部电影里面 还有像是《影翼杀手》 《影翼杀手》也是非常有名的 科幻小说家菲利普迪克他的 很重要的一篇短篇 复制人会不会梦到机械羊 就是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很吊诡的了 复制人或者是机器人 是不是有思想 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然后他会不会做梦 就是说有思想了之后 还会有所谓的潜意识吗 那做梦了又梦到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层次其实已经反转回来 我觉得这里的所谓机器人的讨论 有趣的尤其是好的科幻机器人系列电影的探讨 一定都会返回来去挖掘自我的人性 就人的存在本身的问题了 自我本我超我 你看到这三点 就是在论证机器人是不是人 其实是反过来论证 人到底如何可以成为人了 所以这些的相互关联性的讨论 我觉得是机器人这类的科幻电影 在影史上一直历久不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还有另外比如说我们像看到 因为比如说魔鬼终结者的影响之后 后面的像是 其实我觉得变形金刚 或者是像是卡通影片的 哆啦A梦小叮当 就某种的叙事结构上 其实我一直觉得 哆啦A梦回到过去要拯救大雄 然后来让未来变得更好 那魔鬼终结者其实也是派了人回去 拯救当年的英雄去保护他 然后让未来能够不被歼灭 所以这个叙事逻辑的架构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比好像有点太那个 太跳动了 但是我觉得 你看到近期的大英雄天团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在 就是这个架构就是已经开始从 最早好莱坞机器人系列里面是 机器人打机器人 或者是机器人要去 机器人跟人类的对抗 或者有些片子是人类去压迫机器人 去压迫这些AI智慧 去控制它 你看到人的那个劣根性 或对科技的载质 反过来就是在后来的这些影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加入了时空穿梭啊 这些的 就其实是更去彰显那个人性的部分了 对 我相信这是对于人工智慧最美好 或者说是最乐观的一个想象 就是像这样子 呈现出他们完全就是人 所以当你觉得机器人当然也是人 或者是复制人当然也是人 或者是一只太迪熊 他当然也是一个人 当然还有感觉 然后我会伤心 我会 我会爱 我会跟人家沟通 我会渴望陪伴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特质 人对于未知的事情是有无限的想象 所以当今天一个小说也好或电影也好 它要用某个故事去告诉你一个没有发 没有办法实际发生或者说你想象 在你的想象力之外的情节或一个描绘一个世界的模样的时候呢 那个东西当然是很迷人的 科幻的故事其实里面包括机器人包括AI 那AI究竟是不是人 那人类跟它究竟要怎么样互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巨大的题目 那譬如像很经典的像2001太空漫游 人类上到外太空 然后呢他们依靠一个太空船的主机电脑去维生 去维持他们的计划 那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电脑有了自己的意识 然后呢它反而变成电影后面的一个反派 所以当我们很多在讲对AI人工智慧不信任的这一条戏谱 往回溯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连到2001太空漫游去 当然也延伸出了很多很经典的故事 像譬如像台客任务 台客任务整个90年代后期 然后21世纪最前面那几年 它的三部曲 它也是弄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 那那个世界也是跟末日浩劫者有点像 也是一个末日浩劫后的人们要怎么样对抗机器人军团 某一点程度的那一个穿梭时空的概念 因为它还牵扯到一点哲学或者是宿命轮回 或者说你所认知的世界 然后一觉醒来发现其实你并不是在那个时代 那在结合上非常顶尖的动画的特效 那再加上海客任务 我想海客任务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地位 就是它把来自香港的这一个武打的这一些东西 把它引进到好莱坞里面 从那之后每一部动作片在打架的时候 不是只是像以前哈里逊福特的那种 那种动作英雄是就是肉搏而已 那打得很狼狈 但他们也是在打 那之后呢所有的英雄都要打得很帅 包括复仇者的这一些每个英雄 他们打架都是像编舞编过之后 出来的那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科幻这两个字 它来自一个幻 但是呢它藉由某种 你相信它会存在的世界的方式 去开展出来的 这每一个每一个 你都可以去一头栽进去 然后去研究它里面所有的来龙去脉 然后历史结构 然后甚至文化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Star Trek或Star Wars这些世界都一样 我觉得这是对很多人而言 它可以有太多太多值得钻眼的点 这是为什么科幻会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我要替那个哈里逊福特的平反一下 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 《银翼杀手》是哈里逊福特演出最精彩的一部 然后也是可以说是启发了后面所有 对于所谓AI智慧 就是对于科技的发展的恐惧 或者是它的期待 或者是这一切 在我觉得在《银翼杀手》里面 都点出了非常多最原始的一个开启的点 就是说那个一切其实还是回到 就是忍不住还是要讲那个Nokia那句话 就是科技始于人心 很多类似这样子的都是在一个 类似末日末世的环境的背景下 那人跟复制人跟机器人 其实就某种程度上都是一致的人 就是你去区别 当然我们现在来看是要去区别人性是什么 然后人之所以能够优于其他物种 能够掌握世界主宰的那个核心是什么 那到头来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那所以我觉得《银翼杀手》里面从不管是机器人 然后猎捕者 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认同到底是哪一个部分 就是说你所知道的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你 那这种其实也非常的matrix了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 我个人认为其实如果真的一定有一部要看的话 就是《银翼杀手》了 所以刚刚都个别其实你们都点出了你们自己心中的科幻的经典 如果要想要了解科幻类型的这条戏谱的话 还有哪些好作品 好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当然像刚刚讲AI的人性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起来的一部片是瓦力 因为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瓦力 尤其瓦力的前半部 就是当他们还在地球 瓦力还在地球上 然后后来那个Eva来到地球 那两个两小无猜的机器人 然后两个都不会讲都不会讲英文 都不会讲话 那但是你从那些很可爱的动作表情里面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在想什么 感觉到他们的心思 我相信这是对于人工智慧最最美好 或者说是最乐观的一个想象 就是像这样子 呈现出他们完全就是人 所以当你觉得机器人当然也是人 或者是复制人当然也是人 或者是一只泰迪熊 他当然也是一个人 当然还有 他说I have feelings 他会感觉 然后我会伤心 我会爱 我会跟人家沟通 我会渴望陪伴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特质 那另外还有一部科幻片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就是叫做月球 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叫2009月球漫游 那是五六年前那时候 那位导演叫做Duncan Jones 他拍的第一部电影 那那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部科幻片 那他有一个 他有个他整个故事到中段 有个非常大的twist 所以这个没看过的人不方便先讲 不方便破格 但是在那部电影里面 那是山姆洛克会从头到尾 自己一个人独角戏 撑起整部片 然后这是一部 在月球基地上面的一个科幻电影 应该也只花了少少的钱 然后搭一些实景 跟用一些模型拍摄 去拍出一个很复古的质感 他也是要去问人是什么 或者说人心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那很有趣的是 那部电影除了山姆洛克为这个人类之外 他有一个机器辅助的角色 一个机器人 一个机器主机 那在帮忙他 然后整天跟他讲话 然后配音是声音非常非常好听的 Kevin Spacey 然后那个角色呢 其实为什么他叫做2009月球漫游 就是因为他显然也要跟过去 刚刚讲到2001太空漫游 去做一点那个对照 那藉由一个声音非常的 让你觉得舒服放松 然后男性的一个机器人的 这个配音呢 来让你从头到尾都在那边担心说 这会不会就跟当初太空漫游一样 是一个最后要反过来反叛的一个角色 那那个东西的拿捏 那这个机器人最后 究竟他是好还是坏 或者说他说我就是被设计要来帮助你的 那他怎么样去解读帮助这件事情 等等的这个安排呢 也是我觉得是现在的创作者 都会不断的去 对过去的那些经典致敬 或者说对过去的经典 做一些元素的萃取 那来跟过去的东西对话 这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些所有关于机械人系列的 机械跟人的系列的 这样子的讨论的影片 都会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非常商业的刺激炫目的 这样子的类型影片里面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他反商业逻辑 商业炫目的刺激背后 其实反映的一个逻辑是 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跟恐惧 那这也是我觉得所有科幻片最迷人的地方 那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 想要去爬梳这个影史的脉络的时候 甚至我们可以从20年代 就是德国表现主义时代的那个大都会 就开始看了所有的小宫们 因为那时候还是处于一个 就是劳资就是黑白片的那样子一个状态 他们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机器女神玛丽亚 然后她是一个女神的象征 但是这个机器女神最后却可能有反扑 那真的一个对应的女神怎么样去呼应 其实从那里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电影影史上的所有的影片很多 它不断的都是透过机械跟人类 或者是机械族群 跟人类的社会群体的使用 或者是看待 或者是相处的这个部分 去探讨这个社会对于机械 对于科技 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 甚至已经不只是想象了 甚至是恐惧 然后那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惦记于现在了 它其实都不是科幻 都是在对于当下的一个思考 就是以前对于基因复制这些的担心 那现在全部都成真了 那在早大概20年前 就有这类的恐怖片 或者是科幻电影就已经出来了 那所以这些都其实是 电影其实是捕捉了当下的 观众们的集体的恐惧 或者是某种趋势的发展 他们把这些换成一种影像的元素 当它真的成真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那也变得反过来 让观众有一个反思的机会 那在这里面呢 阿诺他很明确地让你感觉到 这一个明星的魅力 以及这一个机器人 他的人心的那个样子 他是会累的 他是会老的 但是他是会坚持的 他是他有带着他的正义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也是看这部片的时候 会觉得依然是过了三十年 它仍然是一个亮点 第五集是这一整个系列里面 你觉得是上层之作吗 或者说为什么 其实这一集因为 它有一个像过去最第一集的元素 自尽也好 或者是回溯也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企图心 所以我觉得光就这一点 其实就值得看它的 不管是在各方面的技术 都是stay of the art的那种表现 那它在故事的核心呢 我觉得它也有抓到最一开始的 卡麦隆的所想要的那一个东西 而且这一片的这几个制片呢 他们拿到这一个系列的版权之后 他们战战兢兢的在那边犹豫 到底该拍还不该拍 然后呢 又很怕说我把这个 我小时候 可是他们很年轻 小时候很崇拜 很崇拜的这个经典 把他弄砸了 那当他们好不容易联络上卡麦隆 而且跟他们跟他讲 他们的这一个想要reboot的这个idea 的时候 他说他们得到卡麦隆非常大的支持 那甚至最近的宣传 也可以看得到卡麦隆自己也出来 为这部续集背书 卡麦隆跟他们只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把阿诺的部分写好 卡麦隆跟阿诺之间 他们两个人对彼此的职业生涯的 那一个各自带给对方的 我相信他们应该觉得 他们都是彼此的贵人 即使我们刚刚在那边算说 这一集光是终结者就有 一二三四四个 然后从头到尾 轮番上阵 然后打得乱七八糟 但是这整部片对阿诺 就是不是只是把他当作一个 系列既有的元素 而是还是很尊重他 很尊敬他 把他名字出在第一个 然后呢 又像父亲 又像保护者 又像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人 但是呢 抓着自己的那个最初的信念不放 那样东西其实 那当然也包括他的作为一个战事的那一个重要性 我觉得在这一集里面其实都相当的侧重 所以最后还是要去回头去想说 机器人究竟是不是人 那在这里面呢 阿诺他很明确的让你感觉到这一个明星的魅力 以及这一个机器人 他的人心的那个样子 他是会累的 他是会老的 但是他是会坚持的 他是他有带着他的正义的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也是看这部片的时候 会觉得依然是 过了三十年 他仍然是一个亮点 是 在第五集的处理里面 你可以发现 其实没有太多阴沉的部分了 那他就真的是一个尊敬的态度了 然后在故事里面就已经帮他画掉 就是为什么他会长皱纹 机器人为什么可以长皱纹 说因为那个是生态科技啊 他还是会有edge的 所以他们等他送时光机 然后他也还是会变白髮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迷人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看这一部第五集 有一点点不能够拿来跟前面的系列做一个比较 我们是看前面的系列长大 就像那几个制作人很担心他搞砸 那对于观众来讲 我觉得如果你是抱持着对于前面几个的喜爱去看的时候 一定会有那个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感觉 但是当年的那种震撼 现在我觉得你永远不可能期待你现在的恋爱会超过你当年的初恋 这是同样的道理了 但是现在的这一段有他的那个纯粹的部分 然后这个纯粹的部分是我觉得第五集里面掌握得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他掌握到那个真的阿诺这个角色的纯粹的那个正面的形象 他已经不是机器人 他就是阿诺就是Terminator了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他的那种巨大的能量的在荧幕上如何被显现出来 是其他的任何科幻电影或者是变形金刚 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光靠一个人的摆法跟皱纹就能够演出来的 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 对于我们这样子看《魔鬼终结者》系列长大的人来讲 会是一部怀旧之作 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英雄 真的是从80年代活到现在都还是始终如一了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帮我们分享《魔鬼终结者》系列跟科幻电影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